现在我要介绍的是Science Editing 这个期刊 先从它的首页开始 这个期刊是一个半年刊 也就是每年的2月和8月会出刊 那它的整个版面是非常的清爽的 所以我们从它的首页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是当期出版的一些作品 那它还有其他一些告诉读者 告诉作者 他们这个期刊的情况 包括它的投稿系统在这边 那它的其他的一些资讯 包括你想查阅 曾经在这里发表文章的作者 或者是你希望他出刊的时候通知你的话 都可以到这个email alert 好 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 等于说是有一个类似像学术的机构 在支撑的一个期刊 那它的整个运作过程就比较规范 也没有跟作者要任何的出版费用 那么我们就直接从这个投稿来看 最主要就是希望说了解投稿是怎么样投稿 还是先从这里来好的 那么这个期刊呢 它的发展主要是以编辑或者是资料的分析为主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它列举了很多 那么这里呢 我比较想要看的就是这个文献计量研究 Bibliometrics跟Cytometrics 这个呢是跟我们最有关的 其他的话呢 其实也都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它比如做一些 比如研究伦理啊 或是出版伦理啊 比如说这个票窃啦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查这个学术是否不端 像这些 比如说有去抄袭 或者是呢 有一些假照 这些都是可以 那甚至像这种 任何的这种发表的期刊的格式 也都是可以在这个期刊里面做讨论 那么我们直接到 这个 是给作者看的 那么作者在投稿之后 可以看一下 它有很多的要求 那么这些呢 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小目录可以去点它 然后我们就直接这样滑下来看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最基本的就是说 你不能有copyright问题 比如说里面的图 里面的表格 都是要自己制造 而不是呢 去辨造 或者是直接票欠别人的 那这些呢 研究伦理也都是要遵守 包括这个作者 两个作者也都是 比如说有两个工作 或者是独作的话 都要说清楚 谁是联系人 谁是一作 那么这个也就是一般的 我们在学术期刊投稿的时候 都会注意这些事情 那这些呢 也会要求你在文章里面 一定要把它写清楚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就直接说没有 比如说像这些 有一些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如果是做 纯粹的文献记者的话 可能就不需要有一些 比如说伦理审查的问题 好 那么这些呢 都是 大家知道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他搜稿的时候呢 很重视的就是 这个文章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价值 值得在他这个期刊里面看出来 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 内容一定要有个贡献度 要很明显的主题 然后呢 英文要写得好 但这个期刊有个优点就是 他会帮你修编英文 所以基本上呢 英文只要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么一个常常写论文的人 写英文的这个内容 是能够很类似母语者的话 基本上到他这个期刊来都还好 而且他会帮你修编 他没有跟你要求任何费用 这个呢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投稿 所以我知道 然后接下来 这边 比较简单 就是说 假如你不能在线上投稿的话 那么这个 email是可以用的 也就是说 两个方式都能用 那接下来他会 在刑事审查之后 觉得没有问题了 就送给真正的这个外审 那么他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是 我觉得是蛮快的 这边是写说 一般在四周以内 那么我个人的话 我有一次是最快的 是就在一周内 他假如他觉得可以了 因为文章也不是很长 他说四周内 所以一周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他 在四周以内 那个天数是从一天到28天 都是可以的 那么他快的话 就一周两周 好 那这个呢 就是他的审查 那审查的结果 审查结果 都是会用email通知 所以呢 他在这个部分呢 联络是做得很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 要怎么去准备 格式呢 这边都有写 那我是建议先把这个格式 有一个空白的先弄好 那最好还是要回头去看 他们的排版大致是什么样子 如果他们的排版已经很清楚了 那就按他的格式来做 那有一些标题是固定的 就按他那个标题的排法 那么有哪一些是他可以收的这个类别呢 首先就是研究的论文 这种比较原创性的论文呢 限制在2500字以内 那他是不算那个abstreet 也不算table里面这些文字的 所以就是纯粹的2500字 那么这样子起来的话 大概有五六页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图 或是比较大的话 那可能就还可能跨到七页 那这样的其实不会很少 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说 像这样子2500字 会不会就是只有三页 那这样子的 如果去报成果的话 会不会有问题 别人会觉得说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篇研究 还是只是一篇散文 没有什么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因为这个量少的话 常常就会被质疑 是内容不好 那当然他这个排起来 效果还不错 那么接下来就是 他有这几个 从题目开始摘要 然后内文就是1234 大概是这样 那么有人会加上 conclusion在最后面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说他没有这么严格的限制 大概就是按照国际的 IMRD的形式 这个格式去走 如果要在里面 再加一点其他的 其实都是没有太大关系 那后面的这边呢 所有的作者都一定要 出示这个Archid的 那个号码 如果说没有的话 他会跟你要 那么这个只要上去申请 就可以了 好 那下面呢 也是跟其他的 其他研究是一样的 就是你需要的 填写的地方就写 有就有没有就写 没有 好 然后有附件的话 是可以附上去的 那么一般来说 做文献解采研究 都是会有一些原始档 他之前也会要求说 是不是有原始档 可以分享的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假如你这个原始档 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那么我们公开的时候 别人拿着你 这个档案 也是可以 如法炮制 将你做过的东西 再做一次 就是他是可复制的 那么你的论文 的真实性呢 其实是可以验证的 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那么就看看 怎么样去公开 基本上我就附上去 然后他们会帮忙 做一个连结 点到的时候 就会到一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自己的 一个website上面 会存放这样的一个档案 好 然后后面是reference 不过他reference的 那个写法呢 可能比较不同 要看一下 必须要看一下 他们已经发表 前是怎么写 那么如果 要学他们写的话呢 是建议要花点心思 因为确实是不太一样 跟APA长得不一样 那比如说像这里呢 第一个 他有一个简单的举例 这里光是science editing 就被变成了缩写的方式 去呈现 那么后面呢 他会要求 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一个 DOI码 让读者能够找得到这个文章 就像这样 这个呢 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当然也可以写那个case study 写assade 都是可以 还有training materials 都可以的 但是呢 就我们目前为止呢 还是希望 只做文献经济研究 好 那这个就 我们今天的重点在这里 那先看看 这边 这个是e submission 然后还有其他这些东西 看起来都是还蛮新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 大家比较关心 可能是他到底是什么等级 这里呢 就很清楚 index in e SCI 那我们点它 就到这个weboscience 这里来 核心核极 那么他会直接呈现 这一个期刊 所有的讯息 好 ц好了 去 tussen 经营 削游 太平定了